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因家中贫困 常宁在外打工 于2020年6月24日星期五 回家探亲 推开卧室门 看见入蒙村委会支部书记 在工作时间内 跑到我家床上 这件事发生到现在 闹得沸沸扬扬 肯定这个事情是因为她 因为她的气 这个当肯定是有她们六五孩子 在酒业方面 军选休息吗 我被人在这里 几倍忌惮 在整个各方面 军选休息吗 老婆也不跟我过 她也要这样 她们感情可能 还是不想闻 出生情乐啊 什么的之类之后 然后就是 又把我老婆弄到窗户 我会去工作 这个人心她是停止调查 昨天是利用战场 昨天是利用战场 4月5的4月就是零态 所以才向温萌乡 乡机委办公室和新机委办公室 举报投诉我们的村支书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总有说理的地方 这个现在已经新机委您在办理了 这个村主任已经被停职了 嗯 她说那个村主任也把她媳妇安排在村委会工作 有没有这回事啊 好吧 因为现在已经处于调查阶段了 这些信息我不能透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